那他們有說後續會怎麼幫你處理 譬如說賠償你或是什麼之類的嗎 完全沒有 因為我堅持 我不要說做任何流駕的東西 我只是要跟他訪問 甚至是一個小小的現狀 我都可以只是隨便 因為我不要任何的 有價值的東西 了解 我完全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人 因為我原本覺得這件事 並沒有嚴重到說 我還要上新聞紙之類的 這其實跟他無關的 就要知道 你從哪裡知道他們甩鍋給店內的 因為跟我聯絡的是 某一間特定分店的人 所以我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 發文工程我的那一名 其實並不是電端的人員 他是總公司的人員 你不要說道歉 其實總公司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 其實他跟我就打電話了 但是完全打不進去 然後完全不接電話 所以事發到現在多久了 已經4天 那總公司不是說有寄信給你嗎 沒有不是總公司 是總裁 嗯 因為其實有時差 就是我寄給他的時候 他也半夜了 然後他現在要處理 可能這邊也下班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要一段時間 只是說 TO知道了就點 那他們有說後續會怎麼幫你處理 就賠償你或是什麼 這類的嗎 完全沒有 因為我堅持 我不要說說任何有價的東西做一點 我需要公開訪問 甚至是一個小小的線路 我都可以就是隨便 因為我不要任何的 有價值的東西 了解 我之前就是完全沒有 沒有任何的 你有限期 譬如說希望幾天之內 他們可以公開道歉或發線路 我現在的心態比較像是說 想要知道他們到底能拖多久 因為我原本覺得 這件事並沒有嚴重到說 我還要上新聞之類 所以我可能歷史就是說 總公司跟就是當事人 就是可能隔天了不起 就是發一封 可能簡單的線路跟我造成了吧 結果就是完全不穩不穩 而且還甩鍋給店內的銷售 就是其實跟他無關的銷售 你從哪裡知道 他們甩鍋給店內的人 因為跟我聯絡的是 某一間特定分店的人 所以我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 發文功成我的那一名 其實並不是店端的人員 對 他是總公司的任員 你不要說道歉 其實總公司的一通電話 都沒有拿 然後跟我就打電話 但是完全打不進去 他們完全不接電 他都沒有常過 我沒有警察 他沒有路過 他沒有人 總公司的任何 都沒有人 最終非常 nav捉